真华人民珍货贵 赞亚人民珍货 今天赞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博 努力奋斗 1950年6月6日至9日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把经济问题作为中心议题 它标志着全党工作重心 已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 这一年新中国大批军人脱下军装 投入经济建设 在天兰、天成、成鱼、天前、乾桂、香桂等 铁路线的建设中活跃着军人的身影 解放了的人民意气风发 一场为新中国电机的行动 旋即展开 正当中国人民从各方面措施七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时候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美国随即派兵进行武装干涉 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 紧接着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议 通过决议组成所谓联合国军 扩大清朝战争 同时美国还出动第七舰队 侵入中国台湾海峡 十月 侵朝美军越过三八线直逼鸭路江 并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市丹东 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联合国军总司令迈克阿瑟下令总攻 他认为圣诞节前就能打到鸭路江边 结束朝鲜战争 十月一日 三日 朝鲜政府和金日成首相 两次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支援 十月四日 五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一年堂召开 此时 新中国百废待兴 百业待举 首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 不想被任何战争干扰了建设进程 尽慎重讨论 反复权衡 毛泽东和党中央最后做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十月八日 毛泽东发布命令 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 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十月十九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夜幕掩护下 跨过鸭路江 入朝参战 毛泽东最了解共产党领导的 这支连续征战的二十三年 欲战欲勇的军队 他深信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 他要压倒一切敌人 而绝不被敌人所驱护 他们一大组就 一大组就 一切大刀 一切大刀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 美国军队掌握着战场的制空悬和制海悬 其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 而志愿军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 武器装备相当落后 就是在这样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条件下 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出了气势 打出了威风 打出了震撼世界 一遍天 一遍天 自1950年10月25日至4年6月10日 中朝军队密切配合 首战凉水洞 集战云山城 会战青春江 陶战长津湖 连续进行五次战役 把侵略军从鸭鲁江和屠门江边赶回到桑花县附近 一举收复了朝鲜北部广大土地 长津湖 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 这里地形复杂 自然条件恶劣 冬天尤其寒冷 有时温度低达零下40度 就在这冰天雪地的战场上 志愿军与美国军队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事 殊死搏斗 参加长津湖战役的志愿军部队 是从华东调来的部队 还没来得及换上东撞 这个华东部队啊 伤害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的部队面衣 它虽然什么它薄 面衣是一斤半 北方的面衣是三斤半 志愿军穿着单薄的军装 冲击的是洞城兵疙瘩的土豆和满山遍野的冰雪 它们的对手是美陆战一师和美七师 这是美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志愿军将士以最顽强的意志 付出巨大的牺牲 打垮拥有最现代装备的敌人 毕商府邸1.3万余人 取得了这场战役的重大胜利 在国家博物馆一个陈列窗里 摆放着一产泥土 它来自朝鲜战场的上干岭 这产泥土里土和蛋片的比例几乎是1比1 上干岭所在的武圣山 是中朝军队中部防线的战略要求 也是美军攻击的重点区域 美军在一个半月里调集兵力6万余人 打炮300余门 坦克170多辆 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 对志愿军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 倾斜炮弹190万发 炸弹5500枚 飞机大炮向这个轰 也是这个阵地啊 无声山阵地 一个山头 不但没有了这个树木 而且把这个山头的岩石都炸低了两米 在43天时间里 志愿军下驶 依托坑道攻势 局部后退半步 打退对方900多次冲击 尖敌25000多人 阵地一地不动 那是一个同仇敌凯的年代 朝鲜战场风烟滚滚 国内之前轰轰烈烈 全国军线飞机大炮运动 到1952年6月结束 顾捐献人民币5.565亿元 可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 在这场烈度空前的战争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中 永远充杨根斯 黄继光 邱绍云等三十多万名英雄功臣 和近六千个功臣集体 他们不会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 不会为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坚强卫士 无愧最可爱的人的光众称号 在英勇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中 还有毛泽东的儿子毛暗英 毛暗英1950年10月19日入朝 11月25日 牺牲于美军的轰炸架 此时据志愿军入朝 仅仅三十六天 1953年4月 毛泽东特地请黄继光的母亲邓方芝 到中南海做客 一位烈士父亲的手和一位烈士母亲的手 紧紧落在了一起 毛泽东说 你失去了一个儿子 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 他们牺牺牲的光荣 他们牺牲的光荣 我们都是隶属 1990年 工作人员在清理毛泽东留下的遗物时 意外发现了 毛泽东单独整理 收藏了一个箱子 箱底里有两件衬衫 一双袜子 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 毛泽东 毛泽东瞒着所有人 将这些物品整整珍藏了二十六年 这是他的儿子 毛岸英留下的最后的遗物 1953年7月27日 参战各方在板门殿 签署停战协定 抗美援朝战争 落下帷幕 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 后来在回忆录中 沮丧地写道 我获得了一项 不值得羡慕的人 那就是我 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 停战条约的第一位 美国陆军司令官 而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 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宗大炮 以后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呢 大炮 西方侵略者几宗大炮 全世界的国家的时代 titled《海岸上架起床》 帝先进去独身吧 天桃下落之手起 两脚熊熊 躺烈火 看美援朝战争中 志愿军一血奋战 无畏强暴 不怕牺牲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保卫了新中国的安全 维护了世界和平 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创造了有力的和平环境 它深刻影响和改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 在新中国历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义笔 为什么能积架 为什么能积极如火 英雄一切全然无论 为什么能积极如火 历史上 历史上 2019年6月21日 习近平主席在朝鲜参业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英丽而修建的中朝友谊堂 习近平缓步前行 走上台阶 缺钱整理花篮缎带 红色的缎带上写着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永垂不朽 1953年新年一时 人民日报发表元旦涉录 宣告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 为实现工业化而积极奋斗 1953年6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 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完成 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 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 小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此后 全国人民在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 陆续开展了三大改造运动 实现工业化是建设新中国的长远目标 事关千秋大业 1953年12月26日 以大型砸钢厂 无缝钢管厂和七号高炉组成的 鞍钢三大工程巨工投产 标志着中国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 河北省宗化县有个小村落西铺村 新中国成立前 这里农民生活极为困苦 二十多户农民常年要靠讨饭生活 1952年 西铺村村民王国藩响应农业合作画号召 把村里最穷的二十三户农民组织起来 联合办起了一个初级社 由于社里唯一的一头毛驴 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 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 人们并把他们称作三条驴腿的熊棒子社 全体社员齐心合力自力更生 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 用三年时间初步改变了先前的贫穷面貌 毛泽东在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艺书中写下暗语 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 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1956年1月 这本书出版时 全国入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0% 到1956年底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96% 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同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 为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健康发展 稳定工商界思想 毛泽东于1955年10月底连续两次 约请工商界一些代表人士座谈 亲自做他们的工作 他说 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 大为富 大为强 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 这个强是共同的强 此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进入高潮 上海南京路上的永安百货 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环球百货公司 1956年1月14日 永安公司正式宣布公司合营 公司总经理郭林爽在庆祝大会上表演了乐剧 他说 论艺术我是献丑 论心情我是在交心 是向党奉上我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颗赤子之心 到1956年年底 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司合营 基本完成 与此同时 针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广泛进行 逐步引导手工业劳动者 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他们中有许多手工业的传统品牌 毛泽东说 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 王麻色张晓璇剪刀一万人也不要搞掉 1月18日 是天津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 天津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 全市的手工业者 全部参加了手工业合作社 郊区农民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公司合营 喜讯传遍了全市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在1956年发生了根本变化 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占据绝对优势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已经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 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也在进一步推进 1953年7月 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许多选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 高高兴兴的来到投票站 参加投票的选民共2亿7809万3100人 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88% 近3亿人口的选民参加选举 这不仅在中国 而且在全世界 也是一个空前规模的民主实践 北京的基层选举工作从12月开始 中南海也设立了专门的投票站 毛泽东主席来参加投票 和毛主席在一起投票的还有 朱德副主席 刘少奇副主席 周恩来总理 全国选出了近567万名地方各级人大代表 在此基础上 选举产生了1226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杭州 西湖 风景如画 游人如知 西湖旁边的杭州北山路84号院的这栋小楼 是新中国制度建设的一个历史地标 从1953年12月到1954年3月 77个日夜 毛泽东领着一个小组 在这里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草案初稿 史称西湖稿 经过历史八十一天的广泛讨论和反复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 郑重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并征求意见 山西省平顺县举行的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会议上的首要议程就是讨论宪法草案 人民代表李顺达 人民代表申继兰 他们都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讨论宪法草案 回村后李顺达利用休息的事件向社员宣传宪法草案 全国各界共有1.5亿多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 他们热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 又提出了118万余条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1954年9月15日 万众瞩目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拢住开幕 马泽东在开幕式中核脉地说 我们侦察迄今 我们侦察出我们的情人 从来没有做过的体体光文伟大的思念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于1954年9月20日通过 1954年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根本大法 它确定以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作为基本原则 确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体和政体 比较完整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9月27日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 执行主席刘少奇宣布选举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席则作为新冠军 选举结构 投票的证损是1210票 毛泽东得1210票 公民主席则作为新冠军 公民主席则作为新冠军 大会选举 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朱德为副主席 刘少席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根据毛泽东提名 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通过 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与此同时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继续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逐步完善 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入实施 各民族的平等互助和环节合作得到加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进一步形成巩固 1954年12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举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讨论并通过了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章程规定 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 仍然需要存在 它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更广泛地团结全国人民 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这一系列制度的确立和宪法的推出 为中国发展富强 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1956年是令人鼓舞的一年 这一年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这一年国庆节下起了大雨 毛子宫登上天安门城楼 微笑着向欢庆的军民挥手制衣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官兵踏雨而行 接受检阅 大雨中游行的人们欢心鼓舞 换散百年的中华民族之精气神凝聚起来了 凝聚起来的力量所有多么强大 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在风雨中迫步前进 中华民族的推幻 天要中华 天要中华 作与亚国华 主乃宗太康 我能信其道 天要中华 愿你平安长生生生无息啊 我是多么的幸运 降生在你的怀里 我的血脉流淌着 你的神奇和美丽 那仁慈的情谊 那温暖的回忆 你对我的脸子感动 天和地 从来不曾放弃你 因为希望埋在心底 追寻自由的勇气 多少年里永远放弃 幸福时被忘记 痛苦中举着你 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静静跟着你呼吸 天要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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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平安长生生生生不息啊 天要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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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大海的潮汐 看岛山的运气 我们用心凝聚飞翔的雨 天有种花 天有种花 风雨呀不怕 河南中开放 真心凄荡 天有种花 愿你听爱唱唱 声声不息啊 天有种花 天有种花 向云飘死亡 绕阳传天下 真心凄荡 天有种花 愿你听爱唱唱 声声不息啊 真心凄荡 天有种花 真心凄荡 这是我对你最深沉的 妙子 真心凄荡 天有种花 愿你夫妻 颖子 最近这种魄除止 黑人 Cov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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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os